1967年5月暴動期間 港督府一度成為抗議示威的主要目標 其後港府重新要維持法律秩序 限制到港督府請願的人數 抗議行動於是就轉到中環花園道 和皇后像廣場一帶 情況在1967年今天惡化 警方發射催淚彈鎮壓 到了第二天 中區的騷亂更加嚴重 當局最後要在港島的北岸實施宵禁 是香港島在戰後第一次宵禁